不少餐廳有多個樓層 為了讓員工送餐方便 會訂做像這樣的菜梯 可以看到它的體積小 而且不占用空間 方便性相當的高 那除了餐廳之外 像是醫院也會來當作病例梯 或是公文梯來使用 這回就有維修工人 在進行拆除作業時 發生意外 不幸身亡 就是這一條斷裂鋼索 在案發現場被巡貨 地點是醫院內地下二樓 送餐的菜梯口前 警方拉起封鎖線 並用圍離圍繞封鎖線場 家屬接貨二號難以置信 通常的公安都很小心 因為我們之前是有拆過電梯 是沒有遇到剛四火會 直接留下來 應該是剛四火留下來爬到了 透過3D土還原 當時52歲理性工人 整個人爬進電梯井中 站在機箱上 進行拆除鋼索作業 但工人才鑽進電梯井短短5秒鐘 就突然傳出金屬彈跳聲響 椰色鋼索突然斷裂 張力瞬間被釋放 重擊工人的頭部和手部 有可能鬆脫還是說它本來就要斷掉 然後它一動它給它稍微碰一下這樣 那它就整個掉下來 掉下來它那個電梯的空間很小 它要閃也閃不及了 其他專家表示電梯與菜梯維修方式不同 這回怎麼會釀出意外 是否是鋼索太過老舊 或其他原因釀貨還要追查 對此院方則表示 後續交由承包商處理 東森軒 姚耀廷 盧品農 新北報道 NOW